他有讲一些修认的方法 一个叫做什么法 环法 一个叫什么法 顶法 第三个叫什么 人法 第四个叫无声法 你打坐的话 你第一个要有热 没有热怎么叫禅定 慢慢的烧 慢慢的热 所以你们在打坐 一定会慢慢增加热气 一定有的禅定也好 你就一定会越来越热 这个热就是阳光之气 来除掉你的五韵 五韵是属于五韵 五韵就代表 受受强强势了五十个阴谋 所以在热眼睛讲 一个受强势一个阴 产生五个十个阴谋 一个阴区产生十个 就是五十个阴谋 在劳乱干扰修行门 所以第一个 软法一伸出来的话 会把你的阴气排掉 使身体健康 把你身体会得癌病 这时候病 都是因为阴气过重 所以软法可以慢慢的热起来 那靠担当 靠打坐 这个 靠金火之功就可以 第二个就慢慢的修 烧到顶部来 顶法 因为练丹的话练精气继练神 练到上面就是练九弓 头部九弓叫顶法 最后练到最后一个人法 最后就是 初日的无神法忍 这个境界在于来说 这个是什么 是加行法 且行法 在这个我们来讲 那个佛教就有讲 是且行法 这是他的修行的过程 这讲的是密恋的过程 在显中没有办法解释这个 但是在密恋里头 这代表 在那个任言经有讲到这个 不 这个叫四第一法 很抱歉 四第一法 这个叫无神法 无神法忍 这个忍法就是无神法忍 到了最后就是四第一法 是世间修行已经成就的 最高的境界了 已经成就最高 练精气继练到最高的底位了 从顶法再练上去 练到这个四第一法 这是四切行法 那我们讲这个叫做火 所以修行的人要看这个火 这个火分为什么火 五火还有什么火 什么叫五火 什么叫文火 五火就是你在练丹的时候 出很大力量 逼你里头的四神 你的那个五音气逼退 很强的去攻它 这叫五火 攻的时候你那个里头的关窍 它会被打开 还有时候你会 我为了在闭关的时候 为了逼退那个的阴气 练到闭了两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 那个气没有办法闭 还要再孕一次 再孕一次一次 呼吸 孕一下 最后把它打破 打开 那这是要靠什么 五火 五火叫做什么 以道家来讲 就是喷什么 喷什么 哼练 哼练脂肪 那五火叫做什么火 哼练完了之后要休息啊 练完了啊 你要把它休息一下 叫做什么 温氧 温氧 为什么 因为你练丹 练到时候很热 都全部流汗 流完了之后呢 就好像你在煮东西 你煮东西煮饭的时候 刚开始要煮饭的时候 是不是要把火弄大 五火 帆你煮不熟嘛 火大 或者炒菜要弄大一点 再等着炒炒炒炒 炒快要熟的时候 怎样 转回怎样 转回小点 温一下 盖一盖 温一温 这个叫做温氧的火 五火 所以你练到完之后 你还要把它休息一下 让它火慢慢降下来 它里头丹要温一温 这五火跟温氧 该用五火的时候要用五火 该用温火的时候要温火 要五火温火 要知道什么用 这个练丹就容易 这个叫做火弓 所以以前在修炼 也要挡着火弓 金火之弓就是这样 那我们就刚才就讲 乃金火之弓 与火炼之 金与行之 金就是我们这个行客 然后用这个炼金丹 炼金丹法药 所以就不离开这个金火之弓 那为什么有这个金火之弓 等一下我们下面会再解释一个金火之弓 让大家了解 所以我们知道 以火炼之以金行之 故金居火味 火居金位 金火同工 而万物不赖其逃住的成就人 好什么叫做金火同味 你们看河图 河图的金火在哪里 河图翻一翻 河图的金是不是在火 火在金 河图金在哪里 金在这边 火在这边 对不对 有没有 河图是不是金在这边 火在这边 好落书 看落书 落书金有没有跑掉 火有没有跑掉 金火是不是已经异味了 其他都没有变 水还是水 木还是木 土还是土 这都没有变 只有两个在变 哪两个在变 金火异味 金火同工 这就是落书就要靠怎么样 靠金火异味去修炼而回来 不然的话不能成就 所以落书是代表你修炼的方法 所以它才有金火同工的意思 金火连在一起同工 因为金在这边火在这边 这样改为火在这边金在这边 好